空间站大量的异形和爆脸虫是哪里来的 后代异形真的是在吃母乳吗 雷普利的飞船 为什么会从这个爆炸的空间站上面自动脱泥呢 本期就来给大家揭开异形夺命舰 你没看懂的十大谜团和隐藏的背景线索 先来了解一下 维兰德公司的外星殖民地杰克逊星 它距离地球65光年 位于阿尔菲奥斯行星系统 是这颗巨大的环形星球LV410的一颗卫星 LV410的上空还漂浮着维兰德公司建造的一个 称之为复兴号的空间站 待会介绍 解克逊星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云层 所以中年不见天日 气候环境也非常恶劣 维兰德公司在上面安装了很多行星改造系统 但改造并不彻底 上面的人口2781人 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疾病 除了少数管理人员之外 其余的都是帮助维兰德公司挖矿和运输的工人 他们受到维兰德公司的长年压榨 所以大部分人都想离开 而几个主角团之所以突然选择驾驶飞船出去 是因为他们的货运飞船收到了一个不明的信号 实际上这个信号就是已经要坠毁的复兴号空间站发出来的 极有可能 使维兰德公司有意为之 因为空间站上面有他们研究异形的重要样本 需要人去带回来 而刚收到信号的主角团 还以为是一艘飞弃的飞船发出来的 并且他们扫描到上面有休眠舱 他们正是要利用休眠舱深度休眠 去到梦寐以求的伊瓦加山号行星 因为伊瓦加距离这个挖矿星球的距离 大概有9年的时间 必须要休眠舱才能够抵达 等他们开着货运飞船靠近的时候 才发现根本不是一艘废弃的飞船 而是一个即将坠毁的空间站 为什么即将坠毁呢 他的动力系统已经报废关闭 跟着现有的运行轨迹的话 在36个小时之后 他将坠毁在那个行星袋上面 主角团之所以在坠毁前的30多个小时突然收到信号 我觉得很明显是维兰德公司有意为之 就是把他们引过去把样本带回来 但他们还不知道 第二个看一下货型号空间站的背景 它像一个巨大的陀螺 主要的组成有两个部分 分别有巨大的名字标识出来了 右边的部分为雷慕斯 建造的时间为2112年 它的技术相对落后一点 与疫情1时期的技术差不多 左边一部分为罗姆路斯 是后续的2131年建造的 新技术与疫情2时期接近 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 就是左边的技术更新的罗姆路斯 2142年的2月9号 在网孤柱的泽塔网状2星系 维兰德公司的升空探测器 回升203号 在洛斯特罗默号的残骸附近 也就是被雷普利炸毁的那艘飞船的附近 搜索到了那只异形的陨石 于是他们将其带回去进行研究 本以为异形已经没有了生命状态 但还是太大意了 异形只是休眠 他苏醒之后大闹空间站 这就是空间在坠毁的原因 异形夺命剑还有一个前传 也就是漫威即将发布的一本漫画 会讲述这只异形在空间站里面的故事 目前已经发布了几个预览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异形被放在实验台上 然后苏醒 攻击了生化人和旁边的工作人员 所以第三 你现在知道 片尾空间站大量的异形是哪里来的吗 明明主角团只有五个人 为什么后面会有一个异形风潮呢 就是那只异形造成的 异形已有一个三简的片段 异形在飞船上 抓住了船长和另外的一个老头 它也住了一个蜂巢 而且船长和老头的身上即将形成弹形虫 当弹形虫长出来以后 里面就有爆脸虫 维兰德公司在空间站的工作人员 自然会成为爆脸虫的寄生宿主 所以在空间站的底部 就有一个大型的蜂巢 有成群的异形 第四点 成群的爆脸虫的来源 可能跟异形的来源有一点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 在空间站里面的冷冻室 存放了大量的爆脸虫 它们的外观和以前的有些不同 颜色是偏中黑色 根据生化人的介绍 这些爆脸虫 是它们提取了 类似异形的DNA人造出来的 创造了很多爆脸虫之后 再从它们身上提取出了黑水 从而再进行深度的研究 第五个问题 火运飞船和空间站对接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从大门直接进入 而是一个小圆孔 很狭窄的通道进去的呢 这上面其实也有一个细节 我们看到的是 安迪用手指打开了此通道的门 需要有维兰德公司生化人的权限 才可以将这种普通的门打开 而这一扇门 其实上面有字写着生化人专用通道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生化人 负责检修进去的一个小出口 因此显得很狭窄和隐秘 第六雷普利的飞船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空间站上面 一行一的篇尾 雷普利把一行丢到太空之后 曾坐的是一艘三角形的飞船 它的名字叫水仙号 随后雷普利向维兰德公司发送了报告 他描述了一下 诺斯特勒默号飞船发送的事 然后告诉维兰德公司 自己将在六周后抵达边界 很明显通过雷普利发送的信息 维兰德公司可以找到他 的确找到了 但是没有唤醒雷普利 为什么不唤醒 当然是为了保密 因为雷普利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先把雷普利 放在文艺复兴空间站的旁边不管 而是仍然优先选择回收一行 研究一行 这是维兰德公司的终极目标 直到最后 复兴空间站要坠毁爆炸 生化人洛克 让系统母亲接管了雷恩和安迪 所在的那个小飞船 所以小飞船才和空间站离开 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 同样的雷普利休眠的水仙号飞船也离开了 我认为也是在复兴号空间站坠毁的那一刻 收到了系统的指令 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 雷普利毕竟知道一些事情 他的身上还是有价值的 所以维兰德公司仍然会保住他 等到必要的时候再唤醒 第七生化人洛克 他并不是一行音里面那个生化人爱神 只是有着相同的外观 维兰德公司生产过很多生化人的型号 有一些有着相同的外观 既只是外观相同 他们的功能用途和权限都是不一样的 洛克斯复兴号空间站的主要负责人 他对接的是维兰德公司的一个秘密部门的高层 主要负责研究异形与黑水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空间站里面他有着极高的权限 很多门盒实验室只有经过他的模块认证才能够打开 所以是为什么后来安迪换装了他的模块之后可以开门的原因 第八影片当中有两个异形的片段 很多小伙伴提出了疑问 其中的一个是小凯明明在异形的风潮里面 但为什么没有被爆脸虫寄生呢 我觉得原意可能有两个 因为这个风潮里面没有异形女王 当然也没有爆脸虫的存在 雷恩一路进去之后都只看到异形 没有看到爆脸虫 后续出现的爆脸虫呢 其实是从那个实验室里面冰冻的爆脸虫逃出来的 并没有被寄生 而异形之所以没有伤害他 可能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着的宿主 优先把他困住 也许能够在他的身上孵化出一个异形女王 第九异形为什么是看着女主雷恩也没有攻击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一只爆脸虫准备寄生 蜂巢的扩大和繁殖对异形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条 所以他们会优先选择让爆脸虫寄生 雷恩和小凯都是女的 估计还是想让爆脸虫孵化个异形女王出来 通过整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 在主角团里面两个男的都被异形解决掉了 而只有女的成为了异形的寄生宿主 或者潜在的寄生宿主 异形拥有转换人类DNA的能力 可能是想诞生出此异形 或者异形女王生产爆脸虫吧 女王的诞生通常都是由女主成为寄生宿主 比如契约片尾大卫就是想在丹尼斯的身上 孵化出异形女王 异形3雷普利的身上也是寄生了一个异形女王 一时天尾诞生的后代异形到底是不是在吃母乳 我们可以看到小凯在生出后代异形之后 她的身上已经开始分泌出了一种母乳和黑水的混合物 其实主要的还是黑水 因为这是Z01的物资在她身上发挥的作用 后代异形并没有把小凯吃掉 而是将其吸干 她咬住了小凯的脖子不是别的部位 在吸干之后她迅速长出了一条尾巴 其实她吸的不是别的 正是小凯身上残味的黑水物质 生化人洛克在死人4里面给主角团介绍的时候说到 黑水里面包含了一种基因可以随意改变新陈代谢 你可以理解为物质交换或者能量转换 后代异形是凯生出来的 她的身上受到了极少量黑水的影响才变异 但是变异并不完全 而是把凯生上的黑水吸干之后 继续获得能量变异才长出了尾巴 她主要的是吃黑水完成进化变异 其实影片当中最后出现的这个形象还不是终极形态 她还可以接着变 这是关于剧情方面的一些谜题以及背景故事层面 给大家做的一个梳理 里面还有更多关于异形的谜题 我将继续给大家进行总结和分析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